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otop 2.x 入文简介及生态系统 今天讲解2.4 Linux高级命令与技巧 我们现在先启动一下软件,先启动虚拟机 我们选择这个虚拟机里面的Linux,CentOS这个版本 我们继续运行这个虚拟机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Linux高级命令与技巧 我们等待它启动 我们会讲解一个TOP命令 查看计算机的一些资源 战运情况 看一下IP 是这个网卡 ETH5 对应IP是192.18.42.142 好,我们使用连接工具 查试 进行一个连接 好,已经连接成功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Xshell这个终端连接Linux以后呢 显示结果是一样的 好,现在我们演示一下TOP这个命令 它会显示一些计算机的一些性能 比如说CPU 还有这个它都是一个百分比 还有这个内存 还有一些说明 使用的什么命令啊 等等 还有包括哪些进程在占用 比如说常见的一些这个 如果用性mysircle的话 如果用性mysircle的话 就会有这个mysircled这种进程 好,在这个开发中呢 使用TOP查看这个负载 看一下这个机器跑的累不累 这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们退出一下 按住Ctrl加C 退出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磁盘 我们看一下我有几个磁盘呢 命令是FoDesk-L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三块磁盘 分别是SDA1 SDA2 SDA3 这地方呢 知道了这个有多少块盘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挂子 好,还可以查看磁盘空间 看一下磁盘空间这个大小 DF 又换IP了吗 看到没 这地方呢 老是操作不了 我看一下虚拟机 它已经切换了一个IP 好 我们再重新连一下 143 好的 朝它磁盘的使用情况呢 是DF-HL 这样呢就可以看出一个磁盘的使用情况 它的总大小 5.7 使用了3.8G 没有使用1.7 使用率是70% 好 还有一个是这个查看进程 查看每个进程 它的那个进程号 我们去杀掉它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运行一个程序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进程号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使用命令是PS-EF 然后这地方呢可以回车一下 这里显示出来的是所有的进程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非常麻烦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过滤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过滤 过滤是 分了一个管道 这个分割符 然后Grip 然后比如说过滤一下Bush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过滤后的结果 相比之下就是容易把握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杀掉这个Bush 比如说这个吧 它的进程号就是2459 我们可以使用Kill-9 然后进程号 一般不要手术 复制 右键点击 粘贴到选择内容 一个回车下去就会杀死它 那这地方我就不做演示 好 紧接着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刚刚上节课我们讲解了VI VI编辑器非常强大 那么我们当在查看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去看一些我们想看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Mal进行一个过滤 这个过滤呢也是一个Grip 我们先看一个有个没有文件 好 有一个文件叫马开动 是吧 我们看一下是文件还是目录 R一下 好 它是一个文件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看着文件 马开动.tot 这里面它写了很多内容 但是我们只想看 www.mar开动.com这些 怎么办呢 Ctrl加C退出 No mar开动.tot 管道 地方呢就是一个分割弧 还有个Rip 然后选www.mar开动.com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的内容呢 只是过滤出来了 包含有马开动.com这个行 所以在这个排查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看 是非常方便的 好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Linux配置IP的问题 还有一个Linux启动网卡还无法上网配置DNS这个 有些同学安装了Linux以后发现它上不来网 那你可以修改这个网卡的这个IP 这里面呢推荐使用这种方式 首先以VI打开这个网卡所在路径 那这个地方演示一下 首先查看当前网卡有哪些 使用ifconfigure 当前就能看到一个 我是有一个eth5 很多同学有可能是eth0 那进去以后呢就可以 在这个etc下面 sysconfigurenetwork-scriptifconfigure-eth5 这进行配置 打开以后呢就这些内容 首先呢要配置这个IP地址 其次呢是资网研码 之后是网关 请切记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端去连接 所以这个地方的IP地址不能随便写 要和你的所在机器 IP是一致 在Windows下查看IP是IPconfigure 看到没这地方呢 我的这个IP相当于一个网关 它就是以42.1结尾的 所以这地方的网关和这地方是一致的 不能乱配 那这个IP地址跟网关应该属于一个网段 那就是也是42.什么什么什么 好 那资网研码更不用说 就是这样子 那写完以后呢可能不会生效 那我们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网卡 使用if.ethe 那这地方我的是5就写5 它是几就写几好吧 这地方也是一样 bth5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service.network.restart 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这有个小经验 尽量的使用service.network.restart 如果说你是在配置一个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呢你是用的一个一个网线连接的 如果你使用这种去配置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当时连不上这个服务器 所以很着急 那使用这种network.restart 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 它会重启网卡 至于造成你把网卡关闭以后 再也连不上这种尴尬局面 这种是优先 这种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 比如说你当前操作的就是这个机器 你能操作上去 没有用其他电脑去连接 这样是没问题的 好 还有配置DNS 使用VM 打开这个etc下面的resolve.cafagor 然后配置一下DNS 这些DNS呢 这四条呢是一个通用的一个配置 这是谷歌的DNS 这是百度 的DNS 这是阿里巴巴开放的两个 那验证你能不能上网呢 可以PIN一下 比如说PIN一下 www的码开通点 CUM 或者是百度 360等等都可以 那有些人使用了这个Linux以后呢 可能没有装过软件 Linux的这个安装软件方法呢 也非常多 比如说用RPM 或者是用用这种方式 用方式非常方便的 所以 比如说你要装一个MySQL 可以使用用-y install 然后写这个软件名字 就可以安装好了 是一个锯件的搭配器 然后我们可以用来